福建发布暴雨四级预警 14日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雨 福建省气象台10月14日65时分 发布暴雨预警四级 今天 福建省宁德和漳州两市大部 福州北部 龙岩东南部有大雨到暴雨 24小时雨量为4080毫米 局部超过80毫米 昨天福建省沿海地区部分和三明南部 龙岩东部的局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据统计 10月13日60至14日60 福建省共有31个县的177个江镇 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 以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238.4毫米为最大 昨天福建省各级气象部门按照暑地原则 共发布38次暴雨预警信号 其中红色信号5次